大家看,我们在通过这段指令以后呢 我们的一个子松花已经变成了无限生长 变成图片那样的苍天大树一般呢 也仅仅只是时间问题 像是温戏热爱生活 在下午过是猛熊环的猛熊的走心科学 那本身走心科学呢 是给大家来写开MC 那些令人疑惑的图片 想必大家在MC中呢 肯定预先过 这样 这样 还有 这样 令人匪夷的图片啊 这些图片呢 自作原理和方法也让大家琢磨不清头脑 满脑子冒问号 那本期并点赞超过去 立马更新下期 那这些图片究竟如何自作而成呢 跟着我下期再见吧 那么第一张图片的自作方法非常的简单 首先先需要注入给LK窗口里面的一串指令 这个指令是设置边境范围的指令 我们设为一个实的边境范围呢 就会发现啊 整个的边境之墙里面特别近了 然后利用边境之墙的一个小特性就是 我们如果在这个边境墙旁边放好一个任意的方块 再用活塞啊 把这个方块给直接推出去 这个方块呢 就会变成一个类似于幽灵方块的一个东西啊 就是这个东西啊 它可以和任何的一个方块进行一个重合 以此可推呢 我们就可以放出一个箱子 再连接出在这个虚拟方块面 再放一个箱子 就会融合成一个大型宝箱 这不就是我们图片面想要的一个效果吗 那我们再把这堵墙呢 给拼凑整齐 把这个墙呢 给它拼起来以后呢 就是我们原图片里面要的一个效果啊 就是整个的一个大型宝箱呢 卡在一个方块当中啊 这不就是大家想要的效果吗 其实揭穿这个效果呢 也特别简单 就直接输一串 这个15呢 扩大一下这个边境的范围 哎 这个方块就出来了 出来以后呢 就会发现 哎 这就不是咱们刚刚要的那个效果了 好的 那么第二张图片 村民在岩浆海当中睡觉的制作方法 非常的简单 首先呢 我们先需要用到一个软件 叫做Conwater 这个软件呢 我们点击里面的自定义超平台 选择一个任意已经创建好的地图 然后把地图里面最上面一层的草房块 点击一下 然后点击查找 里面有一个叫做禁止的岩浆的东西 我们把它选择为禁止的岩浆 这时候呢 在选择保存替换以后 我们就可以获得一个岩浆的大陆了 所有的草房块都会被替换成岩浆 那么利用这个软件 做出出来的禁止岩浆海的大陆以后 我们就可以直接利用两个任意的方块 把这两个禁止的岩浆给替换掉 而且因为它是禁止的岩浆 所以也不会使其他的岩浆给蔓延过来 我们随便替换两个方块 然后把它两个方块给拆掉 空出空格来放猪床 这样子呢 就可以做出一个村民可以睡觉的地方了 然后呢 我们需要再放出一个村民 我们直接用村民弹点击床 什么要用呢 所以我们需要在空中呢 建立出一个方块出来 直接用指令把一个方块给输出来就可以了 然后做出一个村民的一个落脚点 在这个方块上放好村民 把这个方块打掉 我们的村民呢 就落在了床上 然后这时候呢 我们只需要打开一个聊天系统 把里面的一个指令设置改为夜晚 这时候我们的村民就已经成功的 在岩浆海当中睡觉 我们在科学平夜市要准观感更佳哦 这样子就是达到我们图片里面的效果啊 村民在岩浆海当中睡觉啊 这个方法也是非常非常的简单 众所周知呢 我们的紫葱花是有一个生长限制的 普通的放下一个紫葱花呢 它会疯狂的增长 但是一旦它的特殊值长为5以后 就不会再使其增长了 普通的白色 我们手上拿的这样的紫葱花呢 它的特殊值为1 但是经过时间的增长流失以后 它就会变成这样的一个纯紫色的紫葱花 变为一个特殊值为5的一个状态 这时候呢 如果要它使其再增长 就把它给打掉 然后呢 再换上一个新的特殊值为1的紫葱花 它又会继续的进行生长 再弄清楚原理以后啊 我们的图片里面 苍天大树般的紫葱花 我们就知道如何做了 首先呢 我们需要准备命令方块 在里面输一川这样的指令 这个指令的意思呢 是把特殊值为5的紫葱花 变成特殊值为1的紫葱花 特殊值为1的紫葱花呢 就能继续生长 也就相当于 我们普通放下一个紫葱花呢 它一旦的变成一个特殊值为5以后 它又会因为我们的命令方块在操作 然后把这个5的特殊值呢 又变成一个1的特殊值的紫葱花 就像我们眼前这样子 诶 它又是从5变成1了 大家看 白色的紫葱花呢 就代表它的特殊值为1 然后它如果变成紫色呢 就代表它的特殊值为5啊 它们就在疯狂的疯狂的 这样的交替的进行一个生长和替换 所以呢 我们就可以静静的等待它 变成苍天大树一般的紫葱花的一个生长过程 大家看 我们在通过这段指令以后呢 我们的一个紫葱花已经变成了无限生长 变成图片那样子 变成苍天大树一般呢 也仅仅只是时间问题 所以大家也可以亲自去进行一个实验 那本期的走进科学呢 就到此结束啊 如果你要更多连匪所思统会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 说明下边呢 我就会解开你的迷惑 那本期评 点赞超股价 立马更新下一期 那咱们就下期再见吧 拜拜